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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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相学中也称为副船口 这种嘴型的人大多思想非常的消极 是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 凡事都喜欢往外出想 而且疑心较重 不相信身边人 没有安全感 所以总想着掌控他人 做起事来态度敷衍 缺乏热情和激情 做事非常的被动 没有什么进取心 而且性情非常的谨慎小心 容易错过很多的机会 一生命运波折 所谓的冷指的是嘴巴最外层 突出来的那一圈唇肉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比较大 且唇形平整无冷的话 这种人大多投机心理非常重 做事总想着走捷径 不过善于沟通和交际 特别的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所以他们也不太喜欢 那种比较稳定的公务员之类正当职业 反而适合做一些投机性比较强的职业 很会赚钱 但是却不聚才 五嘴巴低频 所谓嘴巴低频 指的是嘴唇下方部位低频无视 此处在相学中也称成奖 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强弱和抗压能力 嘴巴低频的人 一般意志力比较薄弱 做事缺乏坚持 责任心和担当能力不足 无法承担一些大事情 做事不积极 失败后总是喜欢找各种借口 而且特别的喜欢唠叨 整天怨天尤人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六嘴尖唇反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小 且嘴唇尖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个性比较的孤傲 好胜心非常的强 从来都是不甘于人后 凡事都要占据上风 争斗之心非常强 也不善于与他人沟通和交流 所以人缘往往不好 而且经常会与他人发生冲突和矛盾 容易遭到身边小人的陷害 从而损财折寿 一生坎坷不顺 是不适合作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的 七吹火口 吹火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嘴唇尖长且外翻 不说话时嘴巴也总是成一种撅起或合不拢的状态 看上去就像在吹火一样 故有此称谓 这种嘴型的人大多说话非常的直白和难听 话语很辣特别的容易伤人 说话丝毫不留情面 而且得理不饶人 平时话也比较多 还喜欢在背后说人长短和是非 非常的令人讨厌 一生财运破败容易贫穷 八开口不见齿 所谓开口不见齿指的是说话时和微笑时 嘴巴张开的幅度比较小 而且嘴唇能够紧紧地包住牙齿 使得不论是说话还是微笑时都能牙不外露 这种人一般很有教养和才华 性格温和目光长远 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能够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名望 又成为一名名人的潜质 一生自然是非富即贵 九嘴边有直纹 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两边长有横直的文献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刚硬 做事不懂得变通 而且性格非常的急躁 容易冲动 经常动不动就喜欢发脾气 一旦生起气来做出的决定 容易失去理智 从而犯下后悔莫及的大错 这种人平时做事也非常的粗心 但是报复心也非常的重 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 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报复回来 十嘴巴两边有颈字纹 如果嘴角的两边长有颈字型的文献的话 这种人往往人际关系不太好 容易与人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 而且不太喜欢与人交流 做事非常的认真负责 不过早年孕不太好 容易吃不少的苦头 但是贵人孕叫好 中年时容易得到贵人的赏识和铁拔 荣华富贵 响不停 11嘴型小巧 所谓嘴型小巧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樱桃口 嘴巴较小 长有这种嘴型的人 大多内心非常的柔润 也很有爱心和同情心 待人处事方面性格非常的随和 很容易相处 而且头脑聪慧 心灵手巧 做事很有毅力和恒心 属于默默付出的类型 再加上外形看上去比较的小巧可爱 异性缘非常好 不过心眼较小 形式方面较为保守 比较的安于现状 没有远见和大志向 喜欢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 个性比较的挑剔 小富有余 没有什么大出息 12嘴唇薄 如果一个人的嘴唇较薄的话 这种人一般思维敏捷 头脑反应比较快 而且能言善辩 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 不过这种人大多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为人非常的自私 性格方面也比较的要强 喜欢争强好胜 在待人处事方面稍减冷淡 缺少人情味 人际关系不太好 也特别的容易得罪人 事业和感情发展不顺利 13上下唇均等 如果一个人的上下唇 薄厚均匀适中 嘴唇平时紧闭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安分守己 做事很有原则 也很有规矩 性情稳重 有自知之明 不喜欢逞能 而且意志力坚韧 做事坚持 能够吃苦耐劳 也懂得保守秘密 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 这种人自制力非常强 生活作息也很有规律 身体健康 容易长寿 不过个性稍显保守 不太懂得变通 是个出色的执行者 14 嘴唇颜色看命 1 唇色红润 唇色红润带来的 不仅是外表上的 精气神饱满之感 更重要的是 唇色红润的人 一生的命运都比较顺坦 可以说不会有柴米油盐上的困扰 从小到大 衣食无忧 2 唇色暗紫 暗紫色的唇色 不仅会造成外貌上的不美观 也暗示了身体状态不佳 特别是唇色暗紫的女人 可能患有妇科疾病 而在运势上 唇色暗紫也会对人缘造成影响 和家里人的关系会比较薄弱 3 唇色苍白 苍白的唇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身体欠佳 在运势上 苍白的唇色也容易给事业与婚姻带来影响 不健康的印象 不容易让人对你产生信赖的感觉 4 唇色清黑 唇色清黑的人比较少见 唇色清黑是非常不好的面相 会特别忙于生计 操劳忙碌 还不见有成效 15 上唇宝下唇后 上唇宝下唇后的人比较注重情欲 与别人相处和谐 并且他们都比较有福气 他们的缺点是 意志不够坚定 做事很多时候三分钟热度 事实上 他们如果能够潜下心来做事 通常都会有不错的收获 16 上唇后下唇宝 上唇后下唇宝的人有情有义 对待朋友真诚不耍诈 为人随和 他们或许不善于言表 也很少跟别人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们更喜欢用行动去说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